主席,我想向大家指出,其實關於議會或者議員的那個相關的這些言論特權的情況, 在英國最近是有過一番熱烈的討論,因為在較早前,大概幾年前, 以前一零年的時候,就發生過一宗在英國的國會議員涉嫌詐騙議會的津貼開支等等的情況, 就是有一個非常轟動的刑事案發生了,由於這宗案件就是Crown and Traitor這宗案件發生了之後, 引起了英國方面有非常非常關注,究竟議員如果犯了刑事案, 他們的一些在議會裡面發表的言論或者他們做的行為,就是能不能夠是可以作為證實他們犯過罪的一些證供, 換句話說簡單一點,就是能不能夠可以在法院裡面作為呈堂證供, 在這方面,英國的相關的一個委員會,其實就是發表過一份很詳盡的諮詢的文件報告, 這個其實它的heading也都是說就是parliamentary privilege, 那當時這份文件我有在手,基本上它也都很特別地有一個章節,就是講到說, 未來的那個議會,英國的議會裡面的權力及特權的相關東西的改革, 是會沿著一個方向就是,如果議員是有犯到刑事罪行,當然也都不能夠被豁免, 同樣地,議會裡面他們做的說話,或者一些行為,也都可以作為將來在議會裡面一個呈堂的證供, 當然,在這個前提下,這份文件裡面講得很清楚,是有exception的,就是有例外的, 而那些例外就是什麼呢?就是那些以言入罪的罪行, 主席,為了讓大家更加清楚這個情況,講得再清楚一點, 我可以告訴大家,如果那些罪行不是關乎以言入罪的, 例如我們舉個例子,可能要證實他可能打架,或者那樣東西, 即不是一些以言入罪的罪行,那個議會在裡面發生的情況講的說話, 是可以有機會被法庭採納的,這個是他們改革的一個方向, 那我剛才說以言入罪的那樣東西,就是如果他相關的罪行, 是因為一些言論而引起的罪行,這個時候他們就會得到一個豁免, 就不能夠用他們在議會裡面講的言論作為呈堂證供, 在這份文件裡面,其實我們講過那些例外的, 這個可能是以言入罪,或者是分發一些相關的資訊的, 相關的,如果我們看回他那個,有一個故意為感而設的一個 schedule, 即是在一個後面的附件裡面,將這些以言入罪的情況, 是全部講出來,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可以讀一讀給大家聽, 有很多就是一些harassment,use of words, 這個是纏繞,用某些字眼,或者是展示某些自信,或者是一些不雅的物品, 這些東西,其實我們講的都是因為言語而發生而構成的罪行, 所以呢,主席我為什麼要 spend time with people 和大家解釋英國的一個發展狀態呢? 就是因為人們其實也看到有漏洞, 就是因為在一零年的時候發生過在英國的一宗議員詐騙, 他們的津貼的情況牽涉到是有受賄的情況 所以他們就在一二年的時候 就將這個的相關的改革出台 給大家去討論 那人家都看到法律是可以不斷地去改變去改進的 那我們怎麼能夠固步自封呢 那更何況今天我們講的再回去 如果我用英國的這個發展的情況去講 是以言入罪的罪行才能夠得到的所謂的豁免 就是不會說拿這些講的東西作為呈堂證供 那現在長毛涉嫌的是什麼 他是涉嫌收取黎智英的黑金而沒有申報 這個罪行不是以言入罪的罪行主席 主席 現在講到這裡已經分得很清楚 以言入罪的罪行 和長毛今天涉嫌收取黎智英的黑金而沒有申報 這個罪行是兩碼子的事 所以如果我按照英國的發展方向 我認為是應該可以給律政司 申請將這些立法會裡面講過的言論 或者甚至乎一些發生過的情況 更何況是可以讓他們去作為將來 作為推斷一些事實的時候 在法庭所用 更何況呢 我都未講一件事就是 律政司都似乎說得很清楚 如果呢 在他們的信件裡面已經提到了 他現在要證實的就是 梁國雄自己本身 可能是有沒有正式參與過那些相關的會議等等 那其實這個都是簡單的事實推論 那所以呢 主席 我認為呢 我認為呢 在這裏呢 我再次重申呢 就是 如果按照我們剛才說的 這個想法和那個邏輯呢 我認為確實是可以容許 律政司呢 是申請相關的文件的 在這裏呢 主席 我也都在這裏呢 想提一提 關於我剛才說的 Crown and Trader的case 雖然他這件case裡面呢 主要的針對的觀點 也都是講就是說 究竟國會議員 會不會 因為受賄而受到刑責 當地英國他那個案件 是主要講這個觀點 不過呢 我覺得有一些的段落呢 其實他的 在這個判詞裡面 是非常非常值得 我們在這裏呢 是讀一讀出來 給大家去聽的 那其中呢有一段呢 是Burger CJ呢 就是在這個判詞裡面是講的 那我讀一讀出來給大家聽聽 就是 我們起初的時候知道呢 就是這個 那個的關於言論的一個目的呢 就是希望呢 是保障這個立法議員 還有令到他們有獨立 還有有誠信的 那但是 如果你是牽涉在賄賂的 賄賂 或者 又或者 就會 就會 損害我們立法會的誠信 也都呢 令到 選民的那個意向受損的 那 那 我們 立法司法機構呢 就應該有這樣的權利呢 就是 懲署 這個立法的議員的 那如果我們 不 處理這些個案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 我們那個 制度受損的 就會是令到這個立法會 或者國會的誠信受損的 我們的議會裡面 議員的操守 議員有沒有按照操守 千萬不要跌入任何的受賄 這些這樣的罪行呢 看得很重的 甚至會會影響到這個議會 備受尊重 或者呢 他的尊嚴 甚至乎呢 人們究竟還會不會 信服這個議會 所以 言論自由啊 等等的東西呢 在剛才我讀的這一段的文字 似乎看得出來 也都不是黨戰派 更加重要的一段呢 我更加覺得很精彩 真的要讀一讀給大家聽 在這段的判詞裡面呢 也都是引述過 諾沙文的一段的文字 也都是講述今天有很多同事去引用 Bill of Rights 人權法案 就是當年這個1689年 英國一個這麼良好的傳統 但是在處理一些議員受賄的問題上面呢 諾沙文有以下的這一段的說法 他說 現在 這個人權法呢 就是可以保護我們的言論自由 但是不是保護我們呢 是可以受賄的 不是一個保護我們受賄的一個的章節來的 不要再用那些言論自由 去為一些可能涉嫌在貪腐的情況裡面 作一些黨戰牌 或者嘗試去做包庇 主席 主席 我今天早上已經說過 我經常想起 陳水扁貪污的時候 他就說 政府告他 是政治迫害 我希望呢 我希望呢 同事謹記這一點 不要下下 不要下下 當我們要嚴正去執法的時候 他們就搬出種種的理由 包括政治迫害這四個字 去擋住所有的司法程序 主席 僅此陳詞 張國寬議員